2023花莲太平洋温泉季即将在10月28号到11月26号隆重登场了 而县长徐真卫26号晚间 攜手温泉区的业者一同来祈求温泉季的活动顺利进行 为今年的温泉经济产业打拼努力 2023太平洋温泉季开跑前夕 县长徐真卫协同南区瑞穗玉里安通两大温泉区协会业者 县政府观光处与两厢镇首长首次新香 祈求温泉季活动顺利进行 即将在10月28号隆重登场的太平洋温泉季 县政府观光处规划温泉专车相关游程 以及夜间星空光雕袖等等的活动 要带着在地的温泉经济产业向前冲 整盒行销 我们好像有两梯 不过有两梯都是外国人的 全专车两天的有加码 加一倍 加一倍啊 加一倍 整个三车 预定 两天的 一天大概都是 只有两天的大 今年温泉季 两大温泉区分别以浪漫星空呈现 结合展区周围 沿街绚烂光廊 与璀璨发光 装置艺术 吸引游客 在两大温泉区泡汤 住宿 享美食 以及拍照打卡之外 还可以参加好礼抽奖 让游客吃喝玩乐 一次满足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